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视频 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们会按照这五个步骤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国内我们一般叫OE 在国际上一般称呼它为OKX 选择OE的原因呢 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接受大陆用户 但是呢币安火币 现在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选择OE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它的邀请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边有我的邀请码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划算的 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可以终身减免20%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打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随机的送给大家 一个50美金的盲盒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 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填写完成之后 这边会接下来 我们可以绑定一下手机号 手机的话是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 我们先填写邮箱 然后呢再填写手机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去安装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的不友好 给你们看不懂 对吧 对不对 但是呢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他的手机客户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一会再说苹果 先说安卓 安卓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时候其实有风险被拦截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是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选择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360这边也是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扫码去下载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点击这边的向下条箭头 这边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我们点击一下安卓这边点击下载他的APP 然后这边会下载一个他的APP 我们在电脑上面登陆一下QQ 然后直接把这个下载的APP拖出来到这个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卓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海外的ID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他的APP 然后是哪一个呢 很多人不懂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选择右上角这边 这个邮箱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在谷歌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不要去百度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去一下谷歌 可能就几块钱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十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六块钱很便宜 这个是九块钱一个 反正就是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 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点击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海外的ID 我这个就是海外的ID 进来之后 我们搜索一下OKX 搜索OKX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下载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OKX的图标是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然后中间是像伞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OKX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首先呢登录上我们的APP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资料 我们选择身份认证 在这边我们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中心 这边这些邮箱手机号身份认证 建议大家能绑的东西全部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语言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机家货币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我直接改成人民币了 这个看这个按照大家的习惯就可以了 然后消息通知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赚钱了有时候我们要提现 我们买币的时候要充值 那我们在哪里绑定银行卡呢 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点击跳过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 立即添加就行了 这边添加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银行卡 微信和支付宝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想微信支付宝不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我们只有一个 如果冻结了就冻结了 但是银行卡的话 我们可以办多个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 基本的这个设置 我们 绑定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太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太达币USDT 假设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格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我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手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种比特币 以太坊 购股股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 人民币欧元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你手上有了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这样说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好 回到首页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这边有两个 有一个CRC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快捷 为什么快捷是系统自动的匹配的 非常多的片子 但是CRC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商家 如果这里没有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CRC也是一样的 点击跳过 好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 这边选择购买 然后选择USDT 金额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我买 2万 选择确定 然后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我们耐心的等一会 我这边网数不是很好 好了 我们这边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商家了 看哪里呢 那大家就去看他们的成交量和成交率 越成交量越高 成交率越高 这种是最可靠 你像这边有一个300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9000多的 哎 我们就选择 哎 这个9000多的 选择9000多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 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开店时间 他的这个开店时间 越长越久越好 最好是一两年两三年之上的店铺 越久越好 看他的 总成交率 总成交单数 1万单99%的成交率很高了 然后他的时间这边已经是 快两年的店铺了 哎 像这种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ct 好这边7块2.2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好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就行了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以街图的形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选择crc 在这边选择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1万 好多少钱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开店时间 成交单数 然后成交率 像这个也是两年的店铺了 2万多单是没问题的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这边的购买 好点击零手续费买入 然后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卖家可能会发来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复盖详情 好 我们现在呃有的时候呢 卖家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可能是卖家需要我们提供一下 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他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是否是正常的 防止我们是一些洗钱赌博的或者是反例了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账户的明细 把我们最近的交易的明细 像我这边 买烟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 点外卖 我这种截图 我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这边 就会把他的这些收款信息 像他的姓名收款卡号 哪个银行 他就会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 假设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 打过去一万块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的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了 一定要转完钱之后再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这个的话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平台担保的 他们在平台都有是担保金的 和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大约也就是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就会到账 基本上他们放币的话都是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 USDT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100个USDT 然后呢我们点击资金 这边有100个 但是呢 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钱是在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 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好点击资金账户点击资金滑转 这个滑转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 请大家放心 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 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请大家放心 滑转完之后这边是立即到账的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 好现在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会来到这个交易的页面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新宿朋友不懂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2237 2237是当前这个ETH以太坊的价格 上面是买入 下面是卖出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买币的时候 要把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便宜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们输入BTC 就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又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一下 飞小号 然后飞小号.com 是它的官网 然后这边假设我们想买任何的货币 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输入ETH 想买Solana 我们输入SOL 我们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E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假设我想买狗狗币DOGE 好选择这边的BB 大家看到没有 变成狗狗币了 0.092 那我还是回原来吧 我想去买我的以太坊 ET培持 好选择BB 选择以太坊 好 和刚才一样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点击拉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拉满之后拉到100% 可用100个USDT可买0.04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一天一次就行了 点击这边的买入 在这边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我们先买入 是2238准备买入 过两天以太坊涨了 涨了 卖出一天一次涨了100美金 2338 我们如何卖的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再拉满 然后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个USDT好 那现在有小伙伴可能就想问了 我想把这100个USDT我想换上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好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操作的时候 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了交易账户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了 那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需要从交易账户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也是非常简单的交易账户点击资金滑转 从资金账户 我我们刚才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卖币就要从 交易到资金 好交易到资金 看见没有交易到资金 好点击最大点击确定 好好想成功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资金账户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卖币了 点击首页点击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 这边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你想卖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卖2万 然后支付方式选择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重点来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筛选商家 这边有个6000多的 我看一下他 他也可以 两年的店铺 然后6000多的完成率99 就他了 然后我说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 选择最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那我卖掉100个USDT可以得到717人民币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就可以了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卖家就会把我们的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是717人民币 这样的话是不是低买高卖盈利了之后 换成100个 把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提问 支援科技初创企业 A 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B 创科创投基金 培养创科文化 A 一般支援计划 B 专利申请资助计划 重点解读 以上一系列资助计划 均需本港企业并有实际的产品和相应的成果 对于国内WEB3企业出海 建议选择数码港和科技园 完成一站式的申请 数码港和科技园 也有专门的特殊申请投进 建议WEB3公司通过入驻数码港和科技园的形式 来完成相应的资助 3.3.1 香港WEB3企业指南 在港开设企业用以拓展亚太业务或全球业务 优先建议入驻香港科技园或数码港 两者均有培育极加速计划 以便获得更多政策和开力支持 减少企业设立时所遇到的困难 统计数码港和科技园香港支持计划 数码港 香港数码港计划 重点解读 其中数码港创业微型基金 可使用香港身份以个人或团体身份进行申请 非香港居民可以以香港公司名义进行申请 较适合国内已有的技术公司和团队的先议 后续可再申请数码港培育计划 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 及海外及内地市场推广计划 或直接获得相应投资 科技原理 重点解读 其中在第一层计划 需要公司的负责人拥有先获得香港身份 但优点在于只有创意和想法 而无需有较为成熟的产品 创科培育计划是和国内已有的技术公司和团队的先议 但要求公司已在香港注册并拥有两名正式员工 且至少一名为技术人员 第一站建议去数码港 由于数码港位置较偏僻一点 可以选择离数码港就近的位置住宿 数码港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发展项目 现已入住超过1900家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 包括微软 联想和IBM等跨国公司 数码港共有7个smart space 等楼面面积逾12万平方尺 smart来提供一系列创业培训支援计划 业界交流活动 游岛计划 实务工作包 投资配对会等 协助青年创业家 筹募金和扩展业务 包括100零互联网服务 开放式WiFi网络 每日24小时输入 数码港云端应用平台 免费是用会议室 免费是用健身中心 除此之外 数码港官网附近详细披露了高达50万港币 资助的数码港培育计划 还有科技人才助进计划详情鉴上截表 为合格科技公司 机构输入海外和对地科技人才来港同时研发工作 如何去往数码港的路线 去数码港的线路有很多 考虑到大陆 WiFi从业者入港基本不会选择开车 而数码港周边没有地理 这里只推荐两种路线 供大家参考 A 地铁加脚巴 乘坐地铁到西银盘或湘岛大学站 在坚尼地城口湖站 到站外乘坐港岛区专舰脚58路 在数码港道站下车 票价共计9A 时长约37分钟 B 直达巴士 辛巴30X路 从中环交易广场上车 途径香港大学西闸也可在此处乘车 在终点站数码港站下车 票价为6A 时长约46分钟 辛巴30X路约20分钟每趟 住宿推荐选择A路线的 建议住在西银盘或香港大学附近 五星级酒店推荐朗亭和四季 四星级酒店推荐华大盛亭和展酒店 选择B路线的建议住在中环附近 中环是香港的繁华地带 也是香港商业中心 附近五星级酒店推荐中环石板街酒店和万丽海景 四季酒店推荐湾景国际和冷贵方 九如方酒店 数码港附近配套设施 数码港设施配套完善 由数码港爱美酒店和数码港商场 以及瞭望南中国海景市的兽码港普兵公园 3.3.3香港科技园指的 香港科技园是香港科技 科研和智慧生活的大本人 也是四周科技创新社区的中心 有着科学园、创新中心 共享工作空间、实验室 SEP加工论、创新董事 创新园等一系列完善且别具特色的基础设施 还有即将落成的港深创新极科技园 其中科技园位于沙特 园区提供专为创科及企业伙伴 而设的研发办公室 面积达400万平方公尺 超过1100家间科技企业及公司的生态圈 分别来自22个国家及地区 香港科技园有披露资助或志愿的三个计划 分别是高达10万港元的Edion计划 公司负责人需持有香港身份证 以及针对香港注册公司的高达130万港元的创科培育计划 业务不值需达500万美元 以及高达480万港元的企业加速计划 业务不值需超500万到5000万美元 原详情建3.3.1香港web3企业指南内表格 科技园提供一系列齐备的配套设施 包括专门实验室和会议室 还提供人才培训及导师计划 初创交流活动 创业培训工作报 企业对接活动 企业合作计划 木头活动等相关支援企图 落诸科技园的条件 申请加入香港科技园读布计划的企业 必须同时与科技研发相关的业 你在香港科技园进行的工作 必须以创新研发为总 科学园的租金价格为 每平方英尺每月 一却25美元起 如何去科技园的路线 科学园离沙田地铁站 和大学地铁站都很近 从大学地铁站步行到 香港科学园仅1.6公里 如果不考虑步行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两个路线 C.地铁加巴士 乘坐地铁到大学站后 在B口出站 在大学铁路站总站方向 乘坐酒吧272K路 三站到香港科学园下车 票价共计80K 时长约30分钟 B.直达小巴 从沙田地铁站出发 乘坐新界区专线小巴27路 四站到香港科学园公共运输 交汇处企业广场下车 票价7页K 时长约25分钟 住宿推荐 大学站酒店较少 建议住在沙田站附近 五星级酒店推荐香港地义和沙田凯月 四星级酒店推荐香港地多和香港利好酒店 804 香港虚拟资产牌照 2022年7月6日 香港法力打击洗钱 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 第615章的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在香港立法会完成首付 修订草案目的之一是针对虚拟资产服务 提供商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 和S设立发牌制度 即任何人在香港经营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业务 不向香港公众积极推广虚拟资产服务 必须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事先申请并获得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 牌照和S牌照 并遵循相关的韩洗钱 及反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法律条文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曾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间 就和S发牌制度进行公众资讯 并于2021年5月刊发咨询总结 咨询总结 修订草案是在咨询总结的基础上 为了遵循金融特别行动工作 非业务的建议以及应对不断增加的 虚拟资产洗钱及恐怖分子 曾经超级风险 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 设立发牌集检管制度 并纳入层门力 重点解读 帮助客户经营管理虚拟资产 及向公众推广虚拟资产服务需对牌照 4.1伏SE牌照的范围 YS牌照仅适用于 为虚拟资产提供服务的服务商 4.1.1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 修订草案将虚拟资产定义为 The Graphicly Secure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Value 1.通过计算单位 或所储存经济价值的形式表述 2.符合以下其中一项 谁作为或你作为公众接受的交易媒介 用于一个或多于一个以下目的 单位货品或服务付款 利爱清偿债务 以投资或 必提供权利 资格或途径 对以下事宜进行投票 管理 运作或管制 任何加密保护数码形式价值的 相关事物 或改变任何 适用于加密保护数码形式价值的 安排的条款 3.和透过电子方式转移 储存货买 即 4.局位证监会 不实于宪保刊登公告定名的 其他特征 相比咨询总结 对虚拟资产的定义 主要针对支付 组织功能的代币 修订草案下 虚拟资产的范围将拓展至平台 治理代币 Government Stockton 及能够对任何加密保护数码形式价值的 相关事物的管理 运作或管制进行投票的代币 也将明显包括PTC PTA等主流虚拟货币及稳定币 无论是以法币作为支持 其他虚拟资产作为支持 或算法稳定币 值得注意的是 修订草案定名以下若干数码形式价值 并不包括在虚拟资产的定义内 包括 还由中央银行或政府发行的 例如由中央银行或政府发行的 与法币挂钩的电子货币 例如有限用途数码代币 例如信用卡积分 回赠游戏内资产 以构成证券或期货合约等 例如证券代币Security Token 或又构成储存于储值支付工具的任何储值金额或工具案件 就非同质化代币 Dunk Funjable Token NSC而言 若其是以数码形式存在的独一无二的收藏品存在 则目前暂不落落虚拟资产的定义内 但需要注意证监会在今年6月发出的针对 NFD相关风险的新闻稿中指数 尽管大部分NFD都拟代表其相关资产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 而不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 有些NFD跨越了收藏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界限 如某些细分化或同质化NFD可能构成证券及期货条例 相同法律第571章 NF包下的证券或集体投资计划中的权益 然而 财库局局长可透过在线报刊登公告的形式 不实明确 哪些数码形式价值属于或不属于虚拟资产之定义 或哪些特征僵持的数码形式价值落入或不落入虚拟资产之定义 而不需要经过任何修改立法的程序 重点解读独立版权NFD作品 头像内不在虚拟资产定义范图 分散版权重途夺人持有 惊叹模式则属于虚拟资产范图 发行积分销需要持有一号牌 4.1.2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 根据修订草案 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目前仅建于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 就虚拟资产证券或合约提供意见 以及管理运营用于投资虚拟资产的基金 即透过电子设施方式提供符合以下说明的服务 1.即改项服务 会经常以某种方式提出或接受买卖虚拟资产的邀约 而以该种方式提出或接受的邀约将构成或导致具约束力的交易 货币人与人之间经常互相介绍或辨识 以下商或完成虚拟资产的买卖 或有合理期望他们会下商或完成虚拟资产的买卖 而以该种方式下商或完成的买卖将构成或导致具约束力的交易 1.在提供有关服务时 客户款项或客户虚拟资产会由服务提供商直接或间接管理 从以上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可以看出 S.牌照要求将适用于中心化的虚拟资产交易 包含交易所作为中央对手方提供的交易服务 而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及不直接或间接管有客户资产的交易所 暂时不在现有S.牌照的管达范围内 另外修订草案对虚拟资产服务类型仅限于虚拟资产交易 而暂不包括其他类型的虚拟资产服务 如虚拟资产支付系统 扩管服务等均不在目前的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范围内 尽管如此 修订草案明确授予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 特别在现报刊登公告的形式 不时修改虚拟资产服务之定义的权利 而不需要经过任何修改立法的程序 因此 官司牌照有可能在将来扩大范围至其他类型的虚拟资产服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咨询总结的内容 修订草案下 虚拟资产服务的定义更为宽泛 咨询总结中虚拟资产交易所被定义为容许或邀请客户落盘 以货币或虚拟资产买入或卖出任何虚拟资产 并在业务过程中层保管 操控 控制或管有任何货币或虚拟资产的交易平台 并明确排除PQP交易平台 而修订草案把虚拟资产交易所的定义 或展示互相介绍或便时买卖双方 以恰伤虚拟资产买卖并间接管有客户款项或虚拟资产的情况 修订草案中的间接管有客户款项或虚拟资产只何种情况暂不明确 因此暂时不能完全确定提供虚拟资产PQP或OTC交易服务的平台是否在VASA牌照范围内 我们预期业界可能就 PQPOTC交易平台是否受VASA牌照要求监管向证监会进一步提出咨询 而咨询过程可能在修订草案被立法会通过后 2022年第三季 S牌照制度正是生效前开始 4.2伏SD牌照的规定 4.2.1受监管的活动 受规管活动的类别证券及期货条例副表5 并明了10种类别的受规管活动 并就各类受规管活动加以定义 第一类证券交易第二类期货合约交易第三类 藏杆式外汇交易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 第五类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第六类就机货融资提供意见 第七类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 第八类提供证券保证金融资第九类提供资产管理 第十类提供信贷评级服务 以下简称1到10号牌4.2 二监管的一般规定 一普遍来说 假如并非认可财务机构而进行下列活动 便需要领取牌照 你是在香港经营某类受规管活动的业务的法团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4 一及二条 你是不论有你本人或有另一人带你在香港或从香港以外的地方 向公众积极推广 以提供的任何服务的法团 而该等服务如在香港提供 便会构成某类受规管活动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5条 若你以个人身份为你的主事人 持牌法团 就任何以业务形式进行的受规管活动 执行受规管职能 则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是你所隶属的主事人的持牌代表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4 3 第4条 此外 如果你是该法团的执行董事 你已需要或何准成为负责人员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125 1 3条 2 假如你是认可财务机构而进行下列活动 便需要注册 经营某类受规管活动的业务 但第3类 更感知外汇交易及第8类 提供证券保证 请融资受规管活动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是注册机构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4 1 及2 条 我不论由你本人或由另一人代理 在香港或从香港以外的地方向公众 积极推广你提供的任何服务 而该等服务如在香港提供 便会构成某类受规管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是注册机构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15条 3 就注册机构进行的任何受规管活动 而执行任何受规管职能的有关人士 例如在证券交易部门工作的银行职员 均无需向证监会领取牌照 或在证监会注册 然而假如上述人士 你从此受规管活动 则其必须是名列于金管决备存的记录册的人士 4 持牌法团及注册机构 均被称为中介人 就发牌而言独资经营或合伙 是不会获得接纳的业务架构 4.3 虚拟资产平台编者 虚拟资产管理 虚拟资产基金 分销虚拟资产交易 证券型代币发行 比特币期货等 均需要按上手监管活动 而申请相应的牌照 并纳入监管 特别是虚拟资产基金的管理和销售中 有明确的规定 即便所管理的虚拟资产不属于证券或期货 仍需申请牌照4.3.1 证监会监管沙盒商号 如能真诚和认真致力于利用金融科技 来进行受规管活动 便可于一个受限制的监管环境 即证监会监管沙盒内 进行受规管活动 为了尽量减低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证监会可能对合资格商号 施加发牌条件 即在合资格企业与沙盒内营运时对 进行较为严谨的监察机监督 特殊申请 另请参阅关于公布证监会监管沙盒的 中含4.3.2 虚拟资产基金管理公司商号 如有益管理包含多里 10%的虚拟资产的投资组合 便需博多额外应达到的监管标准 该等额外应达到的监管标准 将以发牌条件的形式实际 而这些发牌条件 是参考依靠条款和条件而定立 9号牌另请参阅有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等 管理公司基金分销生及交易平台营运者的监管框架 声明即该声明的附录 适用于管理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持牌法团的监管标准 和适用于管理投资于虚拟资产的 投资组合的持牌法团的条款及条件 4.3.3 虚拟资产基金分销商 在香港分销 完全或部分投资于虚拟资产的基金的商号 将需领有第一类手规管活动证券交易的牌照或注册 鉴于对投资者构成重大风险 故证监会已在这中介人的通涵分销虚拟资产基金 就于分销虚拟资产基金时应达到的标准与作业手法提供指引 以好牌 4.3.4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证监会于2019年引入有关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框架 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服务的中央平台 如有意义就至少一种证券型代币提供交易服务 可向证监会申明第一类证券交易 及第七类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 受规管活动的牌照 17号 另请参阅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4.3.5 证券型代币发行在香港证券型代币 很有可能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可界定的证券 并因而受到香港证券法律的规管 在证券型代币属于证券的情况下 任何人如要推广提分销证券型代币 无论是在香港或以香港投资者的对象 除非获得适用的豁免 否则需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就第一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 拖发牌以后牌 另请三月有关证券型代币发行的声明 4.3.6 比特币期货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在传统交易所交易 并受其规则所规限的比特币期货 被视为期货合约 因此经营比特币期货交易业务的人士 就第二类受规管活动期货合约交易 拖发牌二号牌 另请参阅至持牌法团及主策机构的通行 有关比特币期货合约 给予加密货币相关的投资产品 4.4 虚拟资产金融资讯编者 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 提供虚拟资产相关信息或分析工具 需以市场公开数据和咨询为基础 不能就特定的证券 或期货合约做出推荐或投资意见 若帮助用户进行投资决定和推荐 则需要获得对应的牌照 类似于合约地类型的工具 或给用户虚拟币或合约的买卖建议 需要持牌进行具体如下 4.4.1定期刊物的豁免证券及期货条例付表5中 旧机构融资提供意见 旧证券提供意见 即旧期货合约提供意见的定义 不分明确地做出若干货 收使该等定义 不包括任何人透过 就证券提供意见8221或8221 就新货合约提供意见8221 例子之一 若分析工具可以就用户决定的投资需要 例如其规避风险的成果 投资年期或预期的现金流量 而特别的做出推荐的话 开分析工具便属此类 然而如果所提供的分析工具 纯粹在具透明度的过程中 用以获利封开数据的话 便不会构成提供意见的活动 举例说提供可以辨别 特定行业内市盈率低于某个预设值的股份 或可以辨别过往投资的年度回报 高于某个预设值的投资基金的电脑程序 都不会导致其提供者需申领牌照 或注册重点解决 可提供市场公开数据和新闻 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指向新意见 投资建议需要根据业务情况 持有4 5号牌照合约推荐 集根单均在该范畴内4.5提供网上服务 4.5.1连接到其他金融财经网站的超连接 纵使超连接可能会相连至货发牌照 或货注册的人士的网站 但该超连接的单纯存在 本身并不会导致有关人士需申领牌照或注册 然而又是货邀请任何人 透过该连接以浏览相关的网站 则可能会导致有关人士需领取牌照或注册 或任何人士向证券 期货 更敢是外汇交易的交易商 或其代表介绍客户 建议取得用金回用或其他货货 则可能会构成受规管活动 因而需领取牌照或注册重点解雇 发布虚拟资产服务的 推荐反应链接也需领取牌照或注册4.5.2 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一个法单 如提供证券及期货条例付表 无所定义的自动化交易服务 则需需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DI部取得认可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DV部或发牌照或注册 以提供该服务 作为一方惯例 如果该法团已是或发牌或注册 进行其他类别的受规管活动的中介人 即便需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DV部就第七类受规管活动 申明牌照或注册以递交该等申请的中介人 应首先参阅监管自动化交易服务的指引 并在有需要时就相关的业务计划咨询其专业顾问重点解决 提供量化交易服务 无论资产是否代管允许 领取7号牌4.5.3买卖盘传递设施 请注意提供电子买卖盘传递设施 即兴允许客户就认可集体投资计划的每月认购进行登记 或传达定期认购和赎回指定的网上设施 一般不会视为属地期类受规管活动 如果中介人你透过互联网依上述设施的形式进行交易活动便需 1.填妥并递交 问卷2内电子交易服务调查问卷 其2.以书面形式通知证监会推出该等互联网服务的生效日期 及相关的网址中介人有责任确保 其你提供的买卖盘传递服务或其他的电子服务 并非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付表5.92220亿 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8211 所定义的范围之内倘若有关服务属于该范围之内 则该中介人便需就地期类受规管活动 申领抬照或注册是适合情况而定重点解读 类似于股票市场的互港通 申港通以及同发市类交易聚合传递机构 也需要按照业务规定申领7号牌 4月6日培训推广与经济4.6.1金融培训 提供金融培训或分享一般投资指示 如在教室内或透过互联网通常不需或证监会发牌 然而若导师或网页由提供一般投资指示 转为向学生 浏览者推荐特定的股票 不又使他们买卖证券 该培训机构导师及货网页内 提供者可能需持有证监会牌照重点解读 各种类型虚拟地理 财商交易合约等培训一般不需要申请牌照 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投资推荐行为 鉴底言论或者诱导购买4.6.2 推销或奖励计划终结人 在提供与其联署公司合办的推销计划 应特别留意有关的发牌规定 他们尤其应当小心确保 该等宣传活动不会导致 其可能并未领牌或注册的联署公司 进行了证券交易 期货合约交易或其他受规广活动 持牌人士或注册机构实施奖励计划 借此当任何公众人士 以进行业务的方式 向其成功介绍客户之后 以用金回用等形式筹写该公众人士 有关计划通常是不会被接受的这种做法 可能会导致介绍人 从事未经发牌的受规管活动 有关的持牌人士 或注册机构本身 亦可能会被指协助及教唆上述罪行 经由上述方式介绍的客户 亦有可能得不到监管制度下的适当保障 此外介绍人本身 亦未必是执行该向职能的适当人选 重点警告 持牌人士和机构 在推荐人成功推荐客户 并实施推荐奖励并酬谢时 会导致无牌人士或机构 参与受监管活动 即推荐返用会触罚监管4.6.3 交易商经济 交易商经济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申明牌照的责任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买卖的金融工具的性质 他们的客户和他们所用的记账结构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交易商经济可能会经营第一类证券交易 第二类期货合余交易 即货第三类 杠杆是外汇交易 受规管活动的业务 如交易商经济进行上述任何活动 除非可依赖证券及期货条例 所定定的货免 否则必须根据该条例申明适当的牌照 另请参阅有关交易商经济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申明牌照的责任的通财 重点解读 做事商流动性提供等经济行为 除特殊货免情况外 都应按业务类型申请 1.23号牌805香港 微博本注意事项 虽然公主在发布香港虚拟资产宣言后 对虚拟资产交易管理等金融化业务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3.参加展览会交易会 但并不包括 向公众直接出售货物或直接提供服务或搭建展览摊位 4.解决索赔问题或者进行民事诉讼活动 5.应邀从事商务科技考察活动 即六参与短期研讨会或其他会议期出席活动发表演讲 做出发言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该人并不会因在该活动中发表演讲做出发布 而获得报酬 因应有关活动而或提供住宿交通膳食等 或或发还该类费用除外 短期访客先导计划除外 根据香港法律 路径规律第110维章第21 条等 规定给予某人以访客身份在香港路径的准许 需受下述逗留条件规限 该人不得接受有心或无心的雇佣工作 该人不得开办或参与任何业务 即该人不得就读于学校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 根据香港法律入境规律 第115章第41条 2 香港特区居民身份证持有人且不受逗留条件限制 且在有效逗留期内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规定付属雇佣不可合法受估等 任何非法入境 与其逗留或被居入境人士 最高刑罚会由原来的罚款35万港元 及监禁三年大和提高 是罚款50万港元和监禁十年 根据香港法律入境条例 第115章第41条 任何人违反对他有效的逗留条件 基础犯罪经定最后最高可判罚款港币5万元 及入狱两年重点解读 为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证件 切勿接受雇佣进行工作 5.2 企业可能面对的风险 5.2.1 访客身份来港 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参展商注意事项 1 不可自行搭建展览摊位